旺財運, 當然要來香港仔和鴨利洲 走個大運 師傅, 我知道鴨利洲這間水月宮 雖然是廟堂小小 不過超過150年歷史 是呀, 芯姐 來到這裡南邊求財 我們當然要誠心許願 希望起伏成功 對著海的旺財觀音 還可以幫我們求財成功? 師傅, 就是說 大觀音誠心, 是否可以心想事成 以及有什麼日子特定是最好的 觀音娘娘慈悲為懷 所以誠心自然天從人緣 大觀音誠寇有特定日子 是正月二十六 時辰最好的 就是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 都是好時辰 師傅, 我知道水月宮 沒有觀音誠寇這個儀式 我們如何在這裡增加財運呢? 你真是求財若渴 傳統我們會去廟宇求聖義牌 但是沒有聖義牌的地方 其實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聞聖輩 但如果求聖輩就要留意 聖輩因為沒有吉凶之分 通常我們心目中當然有一個銀馬 求聖輩通常有三種情況 一就是陰陽, 即是一個正一個反 這叫聖輩, 即是你成功了 但如果兩個都是拔出來的位置 即是陽, 即是未得 可能有過猶不及 第三種可能性 就是平面兩個杯都是向上 代表陰杯 要再求, 連續求三次之內 如果三次都求不到聖輩 可能你真的今年要繼續努力 踏實一點 你三次都求不到聖輩 你求什麼? 我求一百億而已 一百億… 你這麼貪心? 貪心 我只是想做善事而已 你平日做善事不夠 好, 你誠心悔改 我們去找第二位神靈祈福 好, 走吧 誠心悔改? 不對, 第二位財神 坐山板真是勾起我很多回憶 為什麼? 成正師傅 當年我第一台神功器 就是坐山板去鴨利洲 以我駕裝器指插機 這些 到底能否灑兩下給我們欣賞? 那倒是 其實坐山板, 師傅 那跟財運有什麼關係呢? 我知道…水為財 澄澄師傅 是否有空來香港坐山板 就可以財運亨通? 香港這地方, 本身水焗非常好 說風水, 通常水為財 但也要明堂歡闊和聚水 有些水其實是一毛無際的 有些水, 玉帶為腰當然好 但本身堂焗聚, 也代表聚財 今年其實這邊是財位 對嘛, 我們多來一點 應該財運也會好一點 到了, 我先走了 等一下… 小心 師傅…是不是這裡… 來到天后廟 我們不僅僅拜天后 其實當中有其他神靈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非常配合的 財白星君 財白星君, 我們一般說的財神 年初四, 我們通常營造君 希望日口興旺 所謂丁財兩皇 年初五, 我們要破五九 送窮, 以及接財神 請財神, 我們要向著財位的位置祈福 今年全年來算 就剛剛南位接正財 是 而偏財就在西南邊 師傅, 想問 如果我們拜財白星君 怎樣可以幫到我們的財運呢 拜財神要注意財神的日子 除了初五這日之外 其實財白星君是九月十七 就是它的神誕 還有七月二十二 這兩天也可以祈求 一般來說, 拜財神 跟一般祈福的情況很相似 但是我們可以帶一些招財的信物 例如銀包, 祈福之後 將信物盤過香火 你的財運就更加期望美滿 謝謝師傅 如果各位觀眾想知道 自己今年是不是財運亨通的話 就要看看跟財白星君是否有緣 好, 所謂行善最樂 我們大家必定是職善之家 必有餘慶 希望大家個個都金銀滿屋 恭喜… 一群年輕人都說要向 晴晴師傅請教來年運程 上… 太平山 到我 我也有銅鑼 我也有銅鑼 將軍路也不錯 美地被你們買光了 看什麼地 這麼高興 當然了… 看來聰明女 應該找到自己的心水美地吧 有心姐, 我們玩遊戲就可以了 我們現實之中買不到樓, 怎麼辦 各位美女, 你們視線看過來吧 我們有升級財富管理大師 晴晴師傅 師傅… 不如在這個時候 我和你們再看看你們的運程 我們拆字 看看可否解決你們的疑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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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問我旺字是甚麼呢 我想知道我今年會不會大紅大紫 旺字是日字部首的 其實今年火本身都挺旺財的 而旺字本身是代表太陽的光 光芒來講, 其實代表榮譽 明星是好的 但這個字似乎對財運上是一般的 旺字就是解中間的土 其實今年就文昌星到 所以今年事業名氣是有升遷的 但夏天應該是最旺 因為始終太陽在夏天是最熱的 那好吧 外字是問甚麼呢 我想問我的事業 因為這個字本身 開頭的時候是一個雞字的寫法 如果你生肖是熟雞 這個字正正代表你自己本身 因為有個心字在中間 其實也有個文字或幼字的情況 上面有三點 即是你有很多機會 但要把握和專注自己的目標 這樣自然會成功 別管那麼多妖揚的是非就行了 明白, 記住 我問財運, 笑字 笑字, 財運 其實笑字是竹字頭的 竹, 通常是竹筍 所以春天和冬天最好寫這個字 這個字是有財運的 笑原來要兩個人對望才能笑 一個人是傻笑 兩個人對望就笑 即是說你兩個人的合作 或者兩個人的配合 會成為你生財之道 對, 怎麼樣? 我就是個星字 我想問我今年投資方面 會不會大風收呢? 這個星字可以解釋 《易經》裡面其中有個叫地風星 是代表上升的意思 但地上的風 其實也有機會刮起塵埃 即是你要有決心和長線去看 當中可能會有些混亂 而說天清氣朗的時間就是秋天 所以如果在春天去投資, 要慎房 但到秋天之後, 應該比較理想 好 自日測完了 我知道你還有很多問題要問師傅 快點走水時間 我想問現在的人經常很喜歡紋身 紋身其實哪些位置會好或不好 在臉上, 臉毛吉志 當然不會紋在臉上 背後, 我們通常很多人都會喜歡紋身 原來背後是代表符合的 一般其實前腹的位置 就是代表好的墨肢 所以紋身都會在一些前面的位置 比背後或者肩膀的位置好 我之前聽過一些師傅說 如果我的聲音不太好 可能會影響婚姻 但如果聲音會不會影響財運呢? 聲音通常是主名器的 通常我們以前的人都比較傳統 覺得女性能夠小鳥依人 或者依靠人 或者新戴手掌就有的就會好一點 但如果聲沙就要靠自己多一點 看你自己個性能不能夠承擔 師傅, 我想問 因為我有些朋友是OL 他們經常會戴水晶的鍊 他們戴甚麼鍊可以增加財運嗎? 都有規則, 通常令自己要推動 通常都會帶左手 如果是一些防禦 或者是要令自己緩和的 就會放在右手 水晶通常都會放在左手多一點 如果放水晶 通常我們都會放在生旺位 例如榴槤的桃花位 就會放在桃花, 放在北位 財位放在南位, 八百星 都會看到財 我會放在文昌, 今年就是中宮 視乎個人的需要 祝你們了, 各位 我們這行業是什麼? 爆鬍, 年年爆鬍 是日節通告 淑陽的朋友, 今年有唐芙星 創作力非常強 如果從事藝術、設計 甚至創作行業 今年就發揮非常好 有天解星解決多年積聚的問題 也今年不妨留意一下 親友方面有沒有需要解決問題 你是一個很好的幫手貴人 另一方面有三台星 三台是位列三宮 連皇帝都要請教於你 所以事業方面是挺穩定的 但是也有華蓋星 在藝術、宗教 甚至乎在家居、 置業方面 是挺能夠發揮的 今年計劃一下置業 但是要小心 就是是非方面 因為有官符不詭 最重要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千萬不要行差答錯 有血人星、有浮沉星 水上活動 甚至乎小損傷會比較容易